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玛丽欧陪你喝一杯,我是玛丽欧 1,2,1,2,3 不知道有没有听过病人自主权利法,简称病毒法 它是亚洲第一个充分保障病人自主权利的法案 在2019年1月的时候正式上路 那这部法呢,能够让病人生前预先立定医疗决定 避免死前遭受生不如死的无效医疗 病毒法这个推动的推手是前立委杨玉欣 他现在是病人自主研究中心的执行长 在19岁的时候呢,他确诊罹患了罕见疾病 三好是远端肌肉无力症 这个疾病会让全身的肌肉从四肢开始逐渐且持续的萎缩跟退化 目前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式 所以杨玉欣的病况一直在不可逆的恶化 必须做轮易 穿衣、进食、如厕等等 生活上的大小事都难以自理 需要人家帮助 那么这一集呢,就是从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想要推病毒法开始聊起 以及在推动的过程当中 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和阻碍 而病毒法有哪些重点 是我们每一位民众都应该要了解 还有在什么情况之下 你该去做玉力医疗照护资商 简称ACP 以便你可以签署玉力医疗决定 简称AD 另外相信很多人在跟家人讨论死亡的时候 都会有点尴尬或是不知道怎么样开口 那玉欣呢,也用他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 该怎么样开启这个话题 以及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他们在病人自主研究中心的网站上 有很多相关的资讯 另外他们最近也出了一本书 叫如果还有明天 里面有24位有影响力的人士 分享他们自己关于生死的故事 或许透过他们的故事 也可以帮助大家更自在和主动积极的去讨论死亡 最后我们要呼吁大家 订阅、推荐、分享、按赞 马利欧被你喝一杯 可以到Apple Podcast和Spotify 给我们五星推报还有留言 也可以在脸书或IG上面留言和分享 你们每一个人的鼓励 都是让我们持续制作节目最棒的动力 让我们先来欢迎杨玉欣 好我们今天其实当然主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这个病主法 全名就是病人自主权利法 没有 这个法其实虽然现在通过到现在是蛮 开始实行是蛮三周年 但是当初一开始推动的时候 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你的任期是12年到16年的 这个立委的任期 那当初是进去部分区 开始想要推这个法 还是说在更之前 其实你就已经有这个念头 然后刚好有这个机会 可以进去国会 对因为我自己有多重身份 我自己是重症病人 然后也是家属 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小孩都一样的疾病 然后我又一边有一个全职工作 但是我有一个更大的完全的心力 其实投入在这个罕见疾病的服务跟照顾上面 所以呢我自己有这一些背景跟照顾的经验 那凡是我有去到病家的 走进去病人的家庭 只要把照顾者跟受照顾者分开的时候 那个病人 病人只要是心智健全 就是不是智能心智的问题的话 他会讲话 他就会跟你说 我每天都在想怎么自杀 可是他可能根本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 就是重症的病人 可是脑子是好的 心智能力是健全的 那如果你再把病人跟家属也分开 单独跟家属谈话 他们几乎也都会说 我每天也都在想 是不是要带着孩子一起跳楼 然后每天都是这些 跟疾病跟死亡有关系的议题 其实就在我这么年轻 二十出头岁的时候 我自己发病 然后在外加去服务这些 当然比我更严重的这些病人 但我在那时候 我看了一切 当然你只要走进病家 你就会知道那种 你不知道未来 不知道生命 不知道活着的意义 不知道要怎么结束 这么一天 等那种情境 不过我很朴素的想法就是 难道这个世界真的没有比 自杀更好的死法吗 就是整个社会难道 没有办法让这些人 好好的死亡吗 那是我二十出头岁 不过这个问题是没有解方的 因为毕竟我那时候还很年轻 然后我也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外加还是病人这样 好那么所以 但这个种子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 而且在经过更多的服务 你看到更多的病人 你就对于生命的问题 怎么好好活 跟怎么好好死 它就成为越来越重的 一个后来越来越大的一颗种子 那当然很幸运的就有机会被邀请担任不分区 所以我担任立法委员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想要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我认为我们所有重生病人 是有权利可以不要加工延长生命 就是可以不要插管 可以不要插着呼吸器永远跟电绑在一起 而没有结束的一天 或者是说这些病家 他们要争取把这些店关掉 却好像都是做了一些 不道德的事情 都是偷偷摸摸的 然后每一个人都很怀疑 我帮助我自爱的家人 结束他这个悲惨的人生 可能都是用呼吸器鼻胃管这些 然后或者是请求某一些医生 而这些医生也曝露在法律的风险 因为这也是法律不允许的 所以这整个家庭已经这么悲惨的 在疾病当中十几二十年 而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 就是再也不愿意忍受 跟电绑在一起的生活的时候 竟然是好像做了一个违法 而且不道德的事情 我对这个感受是非常强烈的痛苦 虽然不是我 可是对别人经历这样的事情 那些人也不是什么别人 是我可能熟悉的朋友 那我就觉得这整套都烦了 不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每一个病人 他如果在这么漫长的疾病的旅程当中 真的来到生命 没有办法自然的时候 就当一个人 你没有办法自己自然的呼吸 没有办法自然的吃东西 他是有权利可以说 我不要再透过这些医疗手段 来给我灌食 或维持我的生命真相 因为他已经超过自然了 所以这个事情 我一上任担任立法委员 我就想要处理这个事情 那当然这个法律 推动的过程非常的艰难 可以想象 就是一般人可能也很难想象 因为一般平常大部分人 很少在想死亡的问题 很少在想医疗的决策 或在这么困难的情境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些急重症的病人 罕见疾病的病人 或者是植物人 这一类型的病人 其实他们或在扩大一些说 我国现在78万的失能者 跟着整个家庭 或者有120万的身心障碍者 领有身心障碍手册 这种法定身份的 有120万人 这些人的处境跟活着 其实都面对非常大的被边缘化 跟被我们的制度 制度性的排除 你制度可以有很多种设计 而排除一个人 行使他的基本人权等等的 所以这些问题都 我可以说很感恩 就是有机会去担任立法委员 虽然我们现在可能看电视 立法委员都吵吵闹闹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 有没有做什么事情 的确这让大家是很灰心 不过我自己在里面 是经验到 所有政治型的议题 我都没有参与 我非常专注 因为我知道我只有四年 所以我四年一定要把握时间 处理老弱病残 所以能够在四年之内 通过十六部法律 跟二十多个 甚至更多的重大的 跟身心障碍 老弱病残有关的政策 所以我是觉得 非常非常的感恩 尤其这个病毒法 我们能够 把它立出来 因为这是从吴道友的 创立一个新的制度 来解决重症病人 到底他们的 应该说你我 每一个人的医疗自主权 还有怎么促进 医病关系的和谐 怎么降低医疗纠纷 然后每一个人的自主权 如何在这里面得到保护 那医护团队也透过这部法律 获得保护 那此外呢 我们这个家族主义的文化 到底又有什么机制 可以让这整套 跟生死有关的医疗决策 它有一部法律 然后能够完整的去保障 各个利害关系人 所以病毒法 我们就成为了亚洲第一部 完整保障每一个人的医疗自主权的法律 这也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 这个病毒法 就是刚刚讲从零到游嘛 所以做出来 所以他一定有中间有经历过很多的难关 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复杂或比较困难的地方 就要这个法能够通过的时候 争议点之类的 有很多 第一个我是主张病人的基本人权 就在医病关系到底 我们要先确认谁是主体 医病关系到底谁应该是主体 应该是病人对吧 但是我们长期的这个医疗的文化 其实病人从来没有当过主体 对吧 我们习惯医疗父权 你会 那父权是哪里呢 就也不是故意的 就是传统以来 就是医疗的决策 大部分就是医疗团队 可能会告诉你 那如果说是在家庭关系里面 如果我生病了 很多人也会可能想要对我隐瞒病情 我们在现在其实也还是很多 家属 家属 对 就是家属很强力的意见 去做出医疗决策 甚至还会要求医生要隐瞒病情 协助隐瞒病情 对 那所以其实我在这个立法院的时候 我们要处理这个法律的时候 有很多个这种 大概60岁的 我们说长辈吧 就是朋友 他们来到这边是老累纵横 来到我的办公室 然后开始跟我说 他如何的去对他父亲隐瞒病情 我就说 哎呀爸 你不要想那么多啦 你就这样肚子痛 忍耐 等一下吃药会好 然后以后就会好了 但是其实过不久 就生命就结束 就死了 可是当他自己真的年纪健长 他会发现到 他帮他爸爸做这个医疗决策是错的 他不应该 没有让他爸爸有 再一次好好跟这个世界 做一次整理跟道别的机会 因为如果你现在来到60几岁 你开始发现到 你也渐渐要生病了 然后如果你要开始准备死亡 就不只是医疗决定的事要做 我始终也都认为 就是死亡到底能不能再创生命的高峰 如果不能的话 那死亡真的对我们人类活着 是一个很 应该说我们活着就是莫名其妙 真的因为你每天天灾人祸这么多 然后你从出生到整个成长过程 你也很辛苦 那到最后死亡 疾病死亡 那所以面对死亡这个事情呢 您刚刚问我说问题有哪些 有非常多 刚刚我从讲死亡是讲医疗文化上面 还有医疗制度上面 要去谈论跟死亡有关的 就是非常难 那除了刚刚有说 我们习惯医疗的父权 所以意思是 如果病人做主体 要从医疗团队那边 把决定权分享给病人 这对医界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可能很多医疗团队也会觉得 你病人你懂什么 那另一方面是 家属他的这个医疗决策 能不能也把空间 或者聆听这个医院 就是这个病人当事人 他的想法 而你愿意尊重跟感受他的想法 尊重他的决定 其实这也很难 那当然在立法院 要立法就还有政治的杯葛 没理由的 就是 你提了我就反对 就这个是也让人非常的辛苦 那诸如此类这些 有传统的医疗体系 跟我们社会文化 对于医疗决策的不认识 跟不理解 然后还有文化上 难以去谈死亡 那还有政治场域里面的 各种的杯葛角力 这些都是很多困难的地方 你觉得这样子 最终当然我们就通过了一部 新的法律嘛 那你觉得这个病主法 跟他到底补强了什么东西 或者说我们一般的民众 就是这个病主法 能够帮助到什么 就是我们好 我们要把我们的自主权力 拿回来 OK 那我们现在有这个法条 可以去使用它了 那到底这个法 帮助了我们什么 可以说明一下吗 好 那第一个呢 就是所有你我每一个人的 医疗自主权 那这个自主权指什么呢 从你知道病情开始 你有权利知道你的病情 这个呢 在过去呢 是你没有这个主体性的地位 所以以前的法规是 医生有告知医务 可是告知谁呢 就是告知病家 就是病方就可以了 所以病方 对对对 所以你告诉谁都算数 就结束了 家属都可以 所以大部分就是家属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 医生如果要去告诉病人本身 你得什么病 这样 其实那个压力当然是比较大 你告诉家属比较简单 那所以正本清源的 要从病人拥有知情权的 这个权开始把它拿回来 所以现在其实是 医师他是有义务 要把病情以适当的方法 去告诉当事人 所以这个是对医病关系上 很根本的一个蛮大的改变 还有法治上的改变 所以从知情权到选择权 到你的选择决定的这个权利呢 会贯彻到你失去意识的时候 都获得法律的保障 那病毒法呢 这是知情选择决定 这是基本的 那呢 如果针对五种重大的 我们现在讲到散终这个区块 散终这个区块呢 就是针对五种重大的情况 可以先做好决定 例如 永久植物人啊 不可逆转昏迷等等 那意思是我现在健健康康的时候 我现在去諮商 然后签署了法律文件 那呢 等到某一天 无论疾病或意外 我就变成了永久植物人 那可是我事先已经签了这份法律文件 又说明了 我如果变成永久植物人的话 那我不要这些加工 延长生命的东西 好 这是法律文件 所以我早早已经替我自己做好了 这个决定了 所以如果这个临床条件真的发生了 那么我意识清醒时所做的决定 依然是有效 而且所有人都不能帮我推翻 你看现在很多人 不管做什么医疗决策 家属来都会把他推翻 但是病毒法是没有让家属能够有推翻的空间 而且如果医师要愿意尊重病人的这个医疗决定 还可以获得整部法律的病毒法的保护 所以就是像以前我们常听到的 尤其是比如说急诊医生或是重症的医生 他们常常可能会遇到一个抉择 就是他们知道基本上不可能回复到一个自然生活的状态 但是家属又会说不行 就是要急救到底 这样的情况 那等于说他们如果不这样做的话 那医生自己本身可能会面临到法律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病人就是说 病方家属可能就是说我要告你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现在这一个病毒法 如果你有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 有签过这样子的这个自主决定的话 就可以避免掉这件事情就对了 没有错 没有错 就是说所以病毒法呢 才很重要要有一个资商的程序 原因就是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主权可以做 不过到临床条件发生的时候 家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他毕竟要照顾啊 那如果家属他不认同 或者更他没有参与到你整个做决策的过程 那他可能就会很难接受 所以病毒法的资商也成为一个法定的程序 要签这个法律文件 一定要先去资商 所以那个资商就是这边讲的 玉利医疗照护资商 这个东西 ACP 那做ACP要有什么条件吗 就是什么情况之下 然后他需要比如说家属 多少人来一起参与啊 什么之类的 好 ACP的话呢 就是你只要是心智健全的 然后能够表达的 那因为当我们有一些病人是心智健全 可他可能没办法对外讲话 或者他要用眨眼睛等等 但这些都算是可以表达 所以呢 就是说心智健全成年人 然后呢 你就可以预约有开这个ACP门诊的医院 然后去做资商 那呢最好的就是带上你的二等亲 或者是你觉得如果你死亡的话呢 会出来有很多意见 且那些意见还会分歧的 这些人都把他一起找去 跟医疗团队资商 一起资商 因为这个资商的目的呢 是让所有人 就你包含你自己 我们叫医院人 就你自己 然后还有你的重要的关系人 你觉得就你 你希望他知道你的决定的人 或者你死亡 他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人 那你把他一起带来 那这里呢 会有医师 护理师 社工师 或心理师 这种专业的至少三种人 来跟你们整个家庭 一起做讨论 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 他对于 什么是末期病人啊 什么是急重度失智啊 什么是永久植物人啊 那我如果要做A这个选项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我要撤除会怎么样 我不要鼻胃管 我会不会饿死啊 等等 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提出来 那这些医疗团队都会帮忙去协助 帮大家厘清 然后而且尊重那个医院人 就主要总是有一个主要来做諮商的人 来帮助他 来帮助整个沟通的团体动力 能够来尊重这个医院人他的自主决定 所以他最后会有一个预例医疗决定 这个AD这个东西 是是 那这东西是他有一个 比如说致氏的选项吗 还是说他是有 他只是很弹心很大的一些文件呢 马利欧真的很专业 没有错 是由他有一份法定的文件 然后他那个格式都是定好的 就是不是你随便拿一张只写 他就是一个法律文件这样 那资商完毕呢 这个文件上面会针对 就是这五种临床条件 就是病毒法目前所规范的五种临床条件 那里面各也有很多不同的选项 那你每一个临床条件 你都可以有不同的决定 我想要任何可以用上的医疗措施 全部给我上 这也可以选 你也可以选 不要不要不要 我到永久植物人 我什么什么加工的医疗措施 我全部都不要 也可以 那当然你也可以选说 到时候给一个医疗委任代理人 来帮我做决定好了 还是可以委任给别人 对你可以在那 但是如果你要有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 他一定要一起来资商 这是最好的 因为你如果要委托一个人的话 当然我们是比较不鼓励这样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别人帮你做决定都非常的困难 而且有很多的研究报告都已经指出了 因为我们病毒法 这些病人不是全部是末期病人 那我们在以前大家会听到DNR 不急救那个 那只有限定末期病人 末期病人就是说 你现在不给他CPR 他立刻死去了 那真的就在生命危机那刻 光是在这种情境之下 帮人家做决定 或者是家属已经看到自己自清 被急救 然后压断肋骨 然后身体焦黑 就是说他在看到这种情形 而喊咖 说不要再做了 或者我不要给他急救 研究都已经指出 帮忙做出这种决定的人 其实都非常的痛苦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跟死亡有关的决定 所以虽然说病毒法有能够让大家可以说 你委托一个医疗为人代理人 但我们还是会鼓励 既然你都去做智商了 你自己做好决定 不要把这个困难决定留给你最爱的人 因为到时你不做决定 就是你一定是你最亲近的人 也会是你最亲爱的人 大部分是这样 让他来帮你做决定 就是你把痛苦交给他 所以可以 当然有这个选项 那另外也能够选说 那我要再尝试一段时间 如果我被判为不可逆转昏迷 那我想再等半年看看 你可以设定一个 所以有这很多种选 就这大约就是全要全不要 委托别人 然后一段时间 能够有这些选项 不过这些选项 都要在这个智商的过程 你可以逐临床条件 每一个临床条件 跟医疗团队沟通 询问 然后大家都能够在一个共融 融合的融 共融的状态之下 去讨论 然后尊重那个当事人 他的医疗决定 就听起来就其实是 当你自己已经 无法在现场 做出决定的时候 是以这个AD为主 就你现场如果还可以做的话 就用不到AD上面的东西 没错 OK 那这个AD现在去之后 是我们可以随时去调整吗 还是怎么样呢 对 这个当然一定 就因为这是你的权利 你随时都可以去修改 你在这五种临床条件的决定 选项 对 你随时都可以去修改的 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大家可能都会问说 那我是不是切了这个以后 我送去医院急救啊 就不会救我了 不是哦 不是 是任何危急的时候 只要送到医院一定会被急救 为什么呢 因为你根本还没有被判定 是不是符合这五种临床条件 所以这五种临床条件要被判定 都是需要急救了 那救起来之后 如果真的符合了 那么你已经做了决定 那他就可以帮助你 来按你的医疗决策去做 所以事实上 是一个非常进可攻退可守 刚刚玛丽有提到说 那很多人就是急救 有没有 急救起来之后 就没有解方 那这个其实就是解方 让所有人呢 他生命呢 是在各种危急的时候 都是走医疗常规 就是急救 当然很老很老 八九十岁的那种老衰 再加上重病的 那当然我们会鼓励 现在应该做分流 但是不然你一般般 所有任何人 你就算签了病毒法的 预理医疗决定 那发生了车祸啊 或掉到水里啊 树上掉下来啊 什么各种意外或疾病 都一定会被急救 只有直到被判为 这个符合病毒法的情形 那因为这个被判定 是有两个专科医师 会来确诊 那才能够 还有安宁团队 应该说缓和团队的照会 那才会来确诊 那所以这个大家都可以放心 意思就是说 病毒法的 预理医疗决定要签 那签了有发生危机情形 也都会被急救 所以就是说 大家不用觉得说 好像最后会是在一个 很紧急的状况之下 你被迫用或不用这个东西 而是其实都已经经历过 所有的正规的医疗的 执行之后 然后最后判断确定这个 然后你有AD 好那我们就照着AD走这样子 没有错没有错 我们今天喝威士忌嘛 那这还蛮好奇的 就是郁星比如说 有没有什么喝酒的故事啊 或是平常会不会跟家人 在家小酌啊等等 任何你想得到的喝酒故事 都可以 或是你自己对于喝酒 这件事情的一些看法 或想法都可以 跟我们分享一个这样子 好啊 看到这个节目是 玛丽欧陪你喝一杯 而且还跟我们说 可以先点酒 这让我觉得非常开心 而且非常可爱 为什么呢 然后我就开始在思考 跟酒有关的事情 那我就想到我的公公 就是我当然是很意外的结婚啊 一般人连我自己本来都没有想要结婚的 那我公公呢 他就是一个每天都要喝高粱的人 所以呢 这个我出嫁到我先生家来的时候呢 就是每两个礼拜还是每周都会去看我公公 然后呢就陪他喝高粱 因为这喝这就是满满的一杯或两杯高粱这样 所以我每个礼拜都有在练壳高粱 陪他喝 就是为了陪他喝高粱 然后我就觉得说 嗯 其实因为我个人不喜欢甜的酒 所以呢 我觉得高粱就是很香 那当然威士忌是我 我个人最喜欢的 那因为他如果 我们今天是喝醇的嘛 就是很香浓 然后很很有味道 很 我觉得是很稳重 很稳重又浪漫的一种酒 我感觉 而且呢 当然如果他加冰块 就另外一种滋味了 就是更 它是另外一种风味 就更轻一点的 更轻松一点 应该说喝醇的 我感觉是很serious的 如果就很隆重很正经 你可以好好品尝它 但如果加冰块的话 它是完全另外一种感觉 是更浪漫一些 轻松一点 对 好 我个人的感觉 那还有呢 是喝酒的话呢 小时候 很小的时候 我妈妈就会 自己酿葡萄酒 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 没有 就妈妈就会 就盛产的时候 就弄一大翁吧 还是两翁这样 然后把它装在那个酒瓶里面 然后冰在冷冻 所以冷冻呢 我记得小的时候 夏天 我妈都会做这个 然后我们几乎 整个夏天 都会喝这个饮料 所以意思是我小时候 就还喝葡萄酒 你知道吗 只是是台版的 家里酿的那种 但我觉得我长大以后 再也没有喝到 那种台版的 如果玛丽欧知道 哪里可以买到台版的 你要告诉我一下 因为现在就是 这个欧美的这种葡萄酒 就是西式口味 如果是我们台制的 就是甜 会甜的那种 糖加比较多 对 那个是我觉得很美好的 小时候的回忆 就是葡萄酒 然后冰在冷冻 有冰 很冰 然后又沙沙 然后加水 很可爱 所以我现在想起来 为什么小时候 我爸妈都会 让我们这样喝 因为我觉得我妈 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她就是一个 因为她没有受什么教育 然后是一个 很有趣也很有创意的一个人 所以小时候 家里有做那个 王就喝 然后直到了 那我意外的又结婚 对不对 我结婚之后呢 就有一天 真的收到了 一瓶很大一瓶的 传统型的葡萄酒 然后呢 我就想到了我的小时候 所以呢 我也就让我的小儿子 那时候他可能还裹充吧 然后呢 他就让他喝 结果到了某一天 我突然发现那酒没了 都是他喝的 然后我的小儿子到现在 他已经长到26岁了 他就成为了一个 对于那个味觉 对于酒是有 比较好的鉴赏力 跟感受力的 所以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喝酒 因为玛丽都说 要讲酒的这种小故事 然后我跟我的小儿子 就觉得说 那个酒真的很好喝 但是我们再也没有 那也是很多年前 所以如果听到朋友 知道哪里有那种传统的 葡萄酒要告诉我一心 所以觉得高粱酒 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阴谋公公 然后后来就知道说 大家知道高粱酒 可以冰冷冻你知道吗 也很好喝 就更好喝 然后威士忌呢 也是一个很香醇 很单纯 然后很有味道的 然后这个葡萄酒 我喜欢那种传统的 妈妈酿的葡萄酒 童年的回忆 对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这个喝酒不要开车 开车不要喝酒 那饮酒过量有爱健康 那在跟民众沟通的时候 你们通常可能会接触到 所以像刚刚讲说 我是不是不会被急救 这种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迷思 或者是反弹 会在这个推广当中出来呢 我觉得我们在推广的过程当中 应该有几大类 第一类呢 是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没有听过病毒法 这是第一种 就是资讯取得的困难 因为像你看哪一些单位会去 就是一个老百姓 他到底要透过什么管道 得到病毒法的资讯 我觉得这是一个困难 那第二个是很多人如果有听过 他也会说 我已经签了 但那不是 他签DNR 对他签的是DNR 就是不要急救的 那只有针对末期病人 而且不是你一被宣判为末期 你就可以撤除所有东西 这也不是 所以我常常就跟大家说 如果任何一个人跟你说他有签 你就问他他有没有付钱 因为病毒法呢 要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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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此刻呢是一个自费的项目 就你要去做资商要付钱 对资商要付钱 那这当然 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因为费用也成为了很多人的门槛 那所以一般大众如果听到说 我要去做一个资商 然后还要再花两千块 或到三千我不等 每家医院不太一样 那他可能就觉得 好吧那这个就不急了 或者就不想去了 但是我常常也会鼓励大家 虽然我们病毒中心是非常积极在推动 要纳入健保 每个人就是一百一百五的那个自负额 那我们还在推动还没成功 那但是我也会鼓励大家 因为这个病毒法最大的风险 就是在事情发生了 可是你已经没有能力签了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先签 但是发生了意外 然后就最后进入到病毒法所规范的这些 例如不可逆转昏迷啊 永久植物人啊 这种状态的时候 你已经没有办法替自己做决定了 那家属也不能帮你做决定 这个这种情形 你自己没有签的时候 家属的决定权就是 只能救啊 因为没有任何别的 别的 空间是给家属能够来说 你变成不可逆转昏迷 变成永久植物人 那医生拜托你 就把他这个呼吸器撤了 鼻液管都撤了 不行的 没有一个法律允许家属这么做 而且这么做还可能会有遗弃罪 跟杀人罪 所以病毒法很迫切的就是 每一个人 因为人生无常不知何时会来 那所以我也会鼓励大家 即使需要两千块或三千五 你就要把它想成散终保险 你想你现在的买保险是好几万的 现在如果你用三千五买一个终身的 能够好好散终 至少不会成为永久植物人 挂在那里很多年的话 那这个还是值得的 不过对我们病毒中心来说 我们的努力还是要把它推动成为健保给付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健保给付 这个就算一个人是三千五的话 那后面会省去的无效医疗 那是天文数字 一个人他不只是无效医疗 他不要 他连无意义医疗 进入这个永久植物人状态 无意义医疗 我都说不要了 那他能够省掉的国家资源 个别家庭的资源 那都是很很庞大的 所以 所以你问我最大的困难是哪些 从取得资讯 到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事情很迫切 还有钱 费用 那所以呢 我们病毒中心 也针对很弱势的族群 开了 开设计的弱势创新服务方案 就是针对像寒线疾病这些族群 因为有一些这些病人 可能根本就已经可以测管了 那他们以前可能都必须是 就像我一开场的时候说的 测不了管 或者是偷偷摸摸 这些 那所以我们针对寒线疾病的这些病人 那因为这些病人 有很多根本也出不了门 所以他们需要有到宅的这个諮商 来帮助他们知道这个病情 还有你知道对于那些重症的家庭 说实在 每天照顾是超过12 16小时 对病人本身 对家属要再吸收新的资讯 真的听不进去 真的你在告诉我有什么 我不要听 因为照顾的负荷真的是太沉重 所以很沉重的重症的很多的家庭 其实这个事情跟他们非常密切相关 但他们却不一定可以取得资讯 所以我们是服务这个资讯 主动的输送到他们的家里面 那所以我们这个病主中心的弱势服务方案 也非常迫切的邀请听众朋友 能够一起搜寻一下病主中心 能够支持这个弱势服务方案 为什么 一就是给这些重症病人得到资讯 而且我们还会媒合这个资讯团队 去到他们的家里面 帮助他们做智商 来避免他们自杀或他杀 而能够有尊严的走完最后一里路 那另外也针对像龙人这些族群 你看我们龙人 听障龙人 你看我们这样讲话讲这么久 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我们现在是在讲德文 我讲德文 需要透过别人翻译 那你看那资讯落差会有差多少 很多 那这个手语的事情更复杂 那所以我们知道 这一群人是12万多人 意思是我们社会里面就有一群人 光是要讲话 他都没有办法平等 都没有办法对等的吸收资讯 而且病主法因为很需要沟通 所以我们也跟医疗团队研发 怎么样服务这一个族群的 专业服务的机制 然后也帮他们媒合 然后当然中间手艺员的培训 就不在话下了 就是针对这些重病的 喊病的族群 针对龙人 还有今年我们也特别有 在针对失智症 因为失智症就是 你如果早期发现 然后没有赶快去做智商 你病情一直恶化 你就失去行使权力的这个机会了 所以这些我们都有绿色通道 我们架构全国北中南东的 绿色通道医院 来培育这些医院有能力 服务这些人 这些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 这些绿色通道医院 因为他们要做额外的事情 就针对这些弱势 他们要知道怎么服务他们 然后还有更多的配套 然后我们病毒中心 做枢纽 来把资讯 很主动输送给相关的社府团体 跟相关的病人 然后我们再媒合这些绿色通道医院 然后再去募款 来把这个他们的钱给付掉 这一切一切都是要保护这一些极辛苦的族群 让他们的权力能够获得保障 而且能够好好的走完生命的最后一里路 OK 所以像因为我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说目前这个18岁以上成年人 大概有1900万人 但是到去年年底的时候 只有3万多人 是有完成了这个ACP跟AD 那就是占比是千分之1.6 其实人口是非常非常少 虽然说已经有 好像其实已经有3万人了 对 但是就当然距离这个 更多的人加入 其实还蛮广的 那所以当然你讲没有错 就是刚刚会有这几个情况 但是如果说要这个更广泛的推动的话 你觉得刚刚这几个病毒中心 在做所有事情里面 就你们过去这经验当中 什么是最有效的 就是说能够让更多的人 愿意去做ACP 然后做AD这件事情 我觉得都很重要 有几个面向 第一个就钱 我觉得对广大的中产来说 钱的门槛 是第一个要取出的 资商费用的 对资商费用 因为这确实就 我们做过非常多的调查 都是钱作为是一个很大 如果不用钱 那大家 好不错不错 好好好 那就自己就得到保障了 所以钱的门槛是 第一个迫切 所以我们也 我刚说的病毒中心的 弱势服务方案 也就是不只把资讯 还有钱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需要募款 来支持这样一个 专案的进行 也是钱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认知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文化对于 死亡 对死亡的议题 要启动讲这事情 就是很难 你可以开始想象 就是听众朋友也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听到这个 那你回家 你要怎么去告诉你的爸妈 说现在有一个病毒法 可以先来做医疗决定 就是说如果不管怎样 变成了永久之物人 然后可以策管 那你要怎样跟爸妈谈这件事情 那这就讲到 我们为什么要出 今天来上节目 答的这本书 如果还有明天 这本书 原因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第二个 第一个是钱问题 第二个就是 沟通跟认识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都 不知道到底要怎么 开始谈这件事情 那如果知道有病毒法 他的难度就是 不知道怎么谈 而且不知道怎么想 所以这本 如果还有明天 就非常的重要 我们邀请了24位 社会意见领袖 张曼娟老师 严长寿老师 还有余美人等等 各领域的意见领袖 然后让他们自己自身的 跟死亡有关的经验 跟照顾有关的经验 有的人自己是病人 那有的是家属 那有的是有病死经验 死过又回来的 那有的是家人已经死亡了 那他现在怎么样去调试 还有更厉害的是 帮助自己的女儿走向死亡 还走向更大的大爱 就是娟脑 就是有24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而且这不是故事 是真的生命 那所以我觉得这些生命的智慧 他们可以说帮我们示范答题 就人生里面的最艰难的老病障碍失能 照顾死亡 相关这个议题在这 如果还有明天这本书里面都有写到 甚至呢也还有赖奇万教授 然后他非常有名的医师 那他自己来反思 他帮他爸插鼻尾管的 所有一切真的很感人 但我也回应了赖教授 针对鼻尾管 因为鼻尾管那问题在我们的社会 就是一个很难思考的事情 所以所有的朋友 我非常欢迎大家可以买 如果还有明天这本书 不仅可以做公益 更重要是帮助你自己 也帮助你的家人来开启这个讨论 你没有办法讲话的时候 很简单 你家里只要放这本书 放在餐桌上 对你放在餐桌上 放在客厅的桌子上 就放着就可以了 让你爸妈路过 总是会看一下 对不对 看一下之后啊 你们会有共同的话题 而且这共同话题非常重要 里面的每一篇 真的是感人肺腑又充满智慧 真的非常的感动 例如像这个陈玉秀老师 的一篇啊 他就讲到他先生的死亡 那他先生在死亡之前 把所有的礼物 就是他有很多朋友啊 有的是喜欢世界地理杂志啊 有的是喜欢雷鹏打火机啊 他自己分门别类 把他做好 包好 然后交给助理 等他死的时候 助理全部把他寄出去 然后他的朋友收到的时候 真的很感动 然后打电话来跟陈老师说 我收到了你先生 生前帮我准备的 什么什么礼物 你看看这些都会是 当然这是已经死亡 相关的一些事情 可是都很发人深情 我们活着的时候 就应该要为我们 以后死亡的时候 怎么样让身旁的人 真的过得更好 可以做事情太多了 我就那个差一点小题目这样 就是像因为我 我结婚的时候 我太太的前妻是 我爱过世嘛 那呢 我就去到他家 就打开那个衣柜哦 就两大柜 非常大的柜子 因为他们都是留欧的 就那个欧 欧式的这个大衣啊 那每一件 反正买起来一定 都是很多钱的 那我就想说 这个如果是在他生前 好好的一件一件 包起来送给合适的人 那多好呢 因为我们的文化 就不喜欢收人家 死人的东西 对不对 你死掉的人的东西 没有人要接收 没有人敢接收 钱可以啦 好像钱可以 对 好 那我就觉得说 哎呀真可惜 这些东西要去送给谁 人家也都不要 尴尬 对 最后就会变成 只能去回收 可是他的价值 不是只有回收 他其实有更高更高的 各种物质性的价值 跟精神金额价值 这样 所以我觉得 透过如果还有明天 这本书的每一篇 都能够让我们自己 不管我们是哪个年龄层 那我们看了都会 对我们的生活 还有以后怎么去照顾 长辈 如果是年轻朋友的话 如果你自己是长 是年纪大一点的话 你都可以好好好安排 真的把自己的 所有一切 包含死后的 所有东西 可以让他再创高峰 再创价值的机会的 所以就是要请大家 买书做工艺 如果还有明天 这样会不会打广告 打得太厉害了 我本来自己要讲 但是那个 玉兴已经自己讲了 我就不用再提 但我觉得 刚刚有一个点 就是说 其实现在我觉得 蛮多的人 都已经可以开始接受说 就是在生前 开始准备自己 像刚刚讲的 你可能比如说 你家里有很多 某某一种东西 像刚刚讲的衣服 或者说书 或者是一些藏品 那这些东西 当然当你死后 就是你会 不管你是捐出去也好 或者是留给你的后代 当然就是先做 类似这个遗嘱的 这种概念就对了 大家都会 很多人会做这件事情 但反而是 医疗决定这件事情 通常不会被放到 思考的范围当中 所以这个反而是 比较特别 就是如果你今天想到说 你要有 这个未来的遗嘱 你都已经准备好了 什么东西 要分给什么 那或许在更前一步 你应该要先把这个 你的医疗决定这件事情 也连带着 就一起把它决定下去 这样子 对 玛丽欧 我真的是太喜欢你了 因为完全全就是 替代了我的角色 我该有的角色 没有错 就是呢 因为大部分人都 以前是没有可以先做 什么重大医疗决策 顶多就是DNR 不急救 现在有病逐法的话 那这要做的医疗决定 又更多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会看到一些 应该说我们现在国人 平均卧床是八年 对 国人平均卧床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想要 平均卧床八年的 这种状态的话 那你一定要先做好 病逐法的 预理医疗决定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看到临床上很多人 他可能因为没有做医疗决定 但以前是不能做 所以最后就整个人 缩成一团 连脚都没有办法拉开 因为软缩在一起 脚拉不开 就跟我们吃那个鸭刺一样 这样硬邦邦拉不开 连尿布都包不上来的情形 但是他却被这样子的 插在各样的设施设备上面 而活十年 那很多是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当事人 他有退休金 所以呢 可能家属们会算一算 你把机构啊 耗材什么钱都付完之后 还有剩余 所以就不愿意 让这个长辈 能够好好的善中 那我觉得 这个也是值得 所有每一个人 好好省思一下 你自己的状态 你的状态 自己先做好医疗决定 不要让自己变成 你自己没做 而以后别人帮你做的 就未必会是 符合你意愿的医疗决定了 如果像我们刚刚提说 跟长辈在讨论这件事情 当然可能对于一些 传统观念上来讲 难启齐啦 那 呃 尤其你自己觉得 有什么 比如说你的 就是除了这个 如果还有明天书里面 这些故事的做法之外 你自己觉得 还有什么建议可以给听众 就是说 好除了我们把书放在餐桌上 这样子 那有些 有些人可能 他看他也不看书嘛 所以还不管这什么东西 那如果说今天可能跟 呃 这个长辈聊天的时候啊 或者什么 想要提这件事情 你觉得怎么开口才会 呃 不冒犯 然后又不会说 啊我不是在揍你死啊 这种 因为有些人会有这种感觉 一谈到死 就觉得说 你是不是很想要我 很快死 然后你可以拿什么东西之类的 有些人可能会这样想 那 呃 你觉得有什么方法 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讨论的方向 会是 会比较容易被接受 可以往那个方向去走呢 嗯 好 那就是呢 看新闻 嗯 就是呢 新闻如果出现了一些照顾 像前一阵子是 照顾杀人 嗯 好的新闻都很大 哦 各种跟照顾的议题 呃非常相关的 对 凡是看到那一些 呃 其实真的是很 很悲惨的故事的时候 如果你们一起看的时候 嗯 那时候 可能父母亲就会 讲一些话 可能就会讲说 这太可怜了 嗯 哦 这太恐怖了 哦 这个我真的不要 哦 就是在那种就是一个好的时机点 开始来讨论 就是说 哦 妈 这个看起来真的 怎么会这么恐怖 哦 然后开始启动 从那样的一个 嗯 然后开始讨论说 对啊 如果有一天真的变成那种状态 哦 那你觉得怎么样比较好 哦 如果我们不要那样 那真的到底现在有什么选择 现在能够是怎么样比较好 嗯 那你就可以说 我明天去研究一下看看 那研究完了之后说 诶 那个昨天我们看的那个新闻 真的有诶 有一个病毒法诶 有一个 那你就赶快搜寻病人自主研究中心 病毒中心上面 有非常多影片 嗯 有台语的啊 这也是讲的非常好笑 就是 呃 史上最好笑的一个医疗教学片 就是那个是台语的 然后你就把那个连结贴给你的家人看 他里面就是在说明 诶 这事情可以怎么办 可以怎么办的 所以 呃 一个是社会事件的契机 你就一定要讨论 还有 要鼓励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我们在研究里面还发现 很多长辈他可能想谈 嗯 可是是晚辈不愿意谈 哦 反过来 反过来 有很多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生死教育生命教育 有问题啊 嗯 就是年轻人他不愿意听 嗯 也不愿意谈 好 这也是有有相当的多 就你会觉得说 啊妈 你不要想那个啦 哎 你不要 不要想太多呀 都是这种来打断 长辈 他想表达 他意愿 好 这个长辈 如果他在任何时候 他想要表达跟生死 跟医疗 决定有关的事情 我们假设是晚辈的呢 就不要打断 而且尽量跟他对话 就说那你觉得怎样 比较好啊 那还有没有更好的 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 还有没有更好 我明天帮你查一查 我明天告诉你 就是用这些方法 那我觉得这是 社会事件的一个契机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跟长辈去探访长辈 嗯 就说如果 爸爸妈妈说 要去看接工啊 他住院的什么的之类的 好 就陪着去 一起去的时候 通常长辈都会这样 看完 如果是那种 真的长期卧床的啊 又有入窗啊 又很多管路啊 长辈只要看到那种 他出来真的都会讲 我以后不要这样 嗯 那就是一个好契机了 那你就要说 哦 对啊 妈 那样真的看起来 很没有尊严 真的看起来 真的很难受 就算我们不是他的儿女 我们这样旁边来的 看了也都难受 而且病人更辛苦 那 那这到底要怎么办啊 我帮你查一查 又来病毒中心查一查 然后如果家里有 身脏手册的 或已经是 有知道早期失职 赶快使用弱势服务方案 好 我们帮他 每一盒之商 然后赶快帮助他 把医疗决定做好 嗯 所以 我觉得这几个都是 好的做法 不过最好的 还是先买一本 如果还有明天 OK 对 因为这个 如果还有明天 就是刚才有提到 他里面有24位的 影响力人士 里面都非常知名 然后故事都各自不同 那 的确可以获得一些启发 是 我是病毒中心 杨玉昕 你现在收听的是 玛丽欧陪你喝一杯 那 我们回到 这个玉昕自己身上 因为刚刚其实 在开场的时候 我们是问说 为什么想要做这个 推动这个病毒法 呃 这一个法律嘛 那当然你有提到 你自己本身是 寒净疾病的患者 然后你也拜访了很多 寒净疾病的病房 这样子跟家属 是 那你得的病就 呃 大家知道是 三好式 远端肌肉无力症嘛 对 那 这个症到现在 你呃 你觉得 从患病发病到现在 已经过了大概 30年左右的 时间了 那你觉得你在 心态上跟心境上 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到现在目前为止 嗯 我觉得应该是 生在生活当中 体验失落 嗯 跟失能 是更加的剧烈 好 就是说 你从可以自己走路 可以自己呃 吃饭 可以自己穿衣服 可以自己 刷牙洗脸 好 洗澡 你从一个正常的人 我本来是正常的 然后19岁发病就开始 花一条线进入障碍 可是那障碍也不是 突然间 它是就是 一直慢慢的 失去能力 所以我这个疾病 就是全身上下的 肌肉组织 就你眼睛看得到的肉 还有内脏 它还是肌肉组织 它就产生病变 那病变方式就是 萎缩纤维化跟无力症 那最严重就是无力 没有力气 好 所以那没有力气 这个事情是影响 全方位 而且不是手或脚 是全身 所以 所有要用力气这件事情 好 我就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完成 那是慢慢渐渐的 你会在某一个时候 你突然发现 你怎么梳子拿不起来了 没办法梳头发了 什么时候突然 你明明 昨天是还可以自己这样 很勉强的穿衣服 但到今天 你怎样就是 穿不上去 那 当然 那到现在为止 现在生活就是 吃喝拉撒睡 全部的生活都是要依靠别人的帮忙 才能够过一般正常的 就你要穿衣服 要洗澡 要上厕所 所有的一切 所以我从以前可能是一天 要请别人帮忙一百次 现在可能要三百次 那就会说 你看我刚来录音 录音的前面 我已经叫了 我看活几次了 帮我帮我帮我 这个帮我放下 头发帮我拨一下 脚动一下 屁股弄一下 裙子拉一下 衣服扯一下 就是每天要帮我帮我帮我 讲三百次 甚至不止 这种对于一个人的存有的挑战 这当然是从一开始 发病 你没有办法自主 然后会慢慢慢慢 到现在 现在就已经是来到了 除了头脑还清楚 也还能讲话 其他时候 所有事情都要靠别人 所以我更一直在这个几十年来 就是体会到 深深的体会 病人很多 是讲不出的 你没有办法去跟别人讲 你现在坐在这里屁股痛 或者现在 以我来说 今天很高兴 要来上玛丽欧的节目 真的很高兴 还想 怎么有这么可爱一个节目 但是我也想说 一定要包好尿布才行 否则的话 对整个工作进行各方面 或者是说 我在立法院那段时间 法案是非常非常紧张 我可能一整天都是不吃不喝 可能为了不要上厕所 为了工作上的需要 所以对于身体的这种耗损 其实是非常剧烈的 我非常清楚 所以可是这也是 价值的选择 就说面对 这么无助的 一种真实的人生 那到底你要怎样活 才值得这些苦难 就这样活 真的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更深的体会到 所有重症病人的 这种语言难以表达 因为重症病人很多时候 你问他什么事情 他不会回答你 他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也无话可说 还能说什么 就是跟你说我不舒服 也不行 而且大部分重症或失能家庭 其实都已经没朋友 没亲戚 没朋友 你就是在那个很日常的 照顾的辛苦里面 循环 所以你看 我自己经验 这这么多一切 所以我格外的就会 更深切体会到 我应该要做一些事 那做这些事 是来自于我深深理解到 病人的这么多这么多 说得出来跟说不出来的辛苦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梦想 很想要解决这个 极重度 这个家里聘外劳的照顾空窗期问题 很想解决病人 绝对不能卧床的问题 所以病毒法 我为什么这么卖力 着力以后再做 就是我觉得这已经是 最后最后一道防线了 任何一个重症病人 来到生命的自然的时候 他就应该要离开了 就绝对不能再让他继续插管 卧床 因为前面的生病不是短时间 已经长时间到这里够了 而且应该让整个家庭 或其他家人 真的有人生 而不是说 几乎你家里有一个要照顾的人 就是有一个或两个人 是完全人生是陪上去的 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一个爷爷 那可能你并不知道你妈妈 如果他是主力照顾 或你爸爸是主力照顾 你真的不知道他们两个 怎么度过每一天的 那个人生的意义 跟这个你看不见希望的恐怖 那如果说家里经济还不是很好 还得有人就是一直赚钱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你赚钱 投入这一切是为什么 所以这一些所有的问题 可以统称为长照的问题 病人自主问题 跟身心障害问题 这些都是我 你问我说 生病这几十年来 有什么样的感受 就是一方面很深的在经历这一切 然后也很深的 有很多的大梦想要做 但是还来不及做 资源有限 所以我也很希望所有听众朋友 如果你支持这些议题 一定要支持病主中心 生命教育学会病主中心 因为这些题目 他就是非常需要有有心人 而且不是只是为做而做 是要真的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要真正能够 所以你刚刚问我说 病主法要怎么去推动 除了刚说的钱啊 还有教育啊 还有我们病主中心 还做政策研究 因为这是从上游去做改革 如果不从上游 我们再下游做 其实我觉得下游做 它有很重要的意义 当然一个一个人 他马上得到帮助 但是制度才能广泛性的改变 更大规模 更有效率的改变 那因为我们刚刚其实讲的 就是家属跟病人之间 他的关系 也不一定是病人 反正每个亲人当中 在讨论这件事情 其实也都是很挣扎 或者是说需要花时间去沟通的 那你是亲身经历过 这几十年来的一个生病 慢慢慢慢的变化 那你怎么跟你的家人 他们这样看着你 然后也跟你相处 那你跟你家人之间沟通这件事情 尤其是你主推病主法的时候 那像你自己怎么跟他们沟通 我讨论这件事情 因为我家庭可以说两个 一个是原生家庭 所以我原生家庭 当然我的姐姐弟弟 跟我一样的疾病 所以我的爸妈 其实也是这几十年来 要不断不断的去接受 孩子失能越来越严重 那但是因为我们家是属于 蛮开放型的 就这些问题都是很可以讨论的 而事实上对于我们家来说 是父母亲 他们自己都会自己表述 就是我不要什么什么 我不要什么什么 这样 那我们小孩的话呢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经过了 很长二十年的准备吧 就是说父母亲 这些问题就像我说 一开始说去别人家庭 别人家会想自杀 难道我们家就没有吗 也会有的 别人家的妈妈会想要带小孩跳楼 我们家没有吗 我不知道 至少我妈是没讲过 但是我妈的痛苦 就说父母亲啊 看孩子失能 他是宁可替孩子死 他也忍受不住看小孩失能 你要帮小孩喂饭 你要帮小孩 如果是婴儿那是喜悦 如果是一个三四五十岁的小孩 你要帮他穿衣服 那是真的是心如刀割了 可是很无奈 他还是得这么做 所以我觉得死亡这个议题 在我们家就是一个能够讨论 而且我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的父母亲 他们都 就我要推动病毒法 其实他们也都能够很理解 而且他们也很认同 也很支持 所以我觉得 我就很幸运了 就是我的家庭 那我的先生 因为他是伦理学家 所以他也跟我一起 去参与这些病毒法的 还有所有病人相关议题的研究 所以这个病毒法是他一个字 一个字写出来的 原因也在于他深深的参与到了 我的生活 而且一起去服务了一些病人 他亲眼看到 去理解 去反思整个制度 到底应该要怎么走 我们整个国家的制度 到底要建构一个什么东西 才能够帮助这些家人 这些人获得最基本的尊严 跟法律的保护 那你的小孩呢 我的小孩 因为做这个事情 做这个事情呢 在家里 我们家是常常在讨论相关问题的 因为我跟我先生 我们等于工作是一样的 所以讨论相关这个事情 而且我还很有意识的 会知道在 像在车上 一个密闭空间的时候 就要说 我跟你们说 我跟你们说 以后呢 如果是我话 我可能想要海上 因为你们这个 天南地北去 也不需要 都要为了怎样 来到 就是如果你没有 你知道哪里有个坟 你没有去 你心里过意不去 对吧 你知道你有个祖先 在某个地方 然后人家清明节都扫墓 然后你没去 你是不是觉得你很不孝 那我个人 因为我们是天主教 就比较 不是传统的那种宗教信仰 我们是相信你死亡 你就来到了永恒的天国 天国那里 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所以也不限于一个土地 或一个地方 那所以我会在 尤其在什么时候呢 尤其在全家人 就带着小孩一起去 帮他妈妈扫墓的时候 因为我先生的前机 我们都会去扫墓嘛 尤其在每次去扫墓的时候 都会谈一些相关的这些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哪里好啊 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好啊 风景真的很好 那但是我觉得怎样更好 我想要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 如果每一个人 自己有这种想法 就要找合适的时间 去让小孩知道 而且更可爱的是 我们那个小孩 最小的小孩 还跟我们一起去做ACP 我跟我先生 他就一起参与 整个执商的过程 参加完之后 他说那我也要来写一下 所以他创下了那个最年轻的 跟他23岁还几岁 也来签这个AD的这种情形 因为就耳如母来嘛 整个家庭常在讨论这些问题 他是18还是20岁 是以20岁成年还是 现在因为已经修法了吧 就是成年18 就是18 对 所以反正只要满18 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了 是 好 所以你的小孩 现在也是一起参与这些 我还蛮好奇 也就是你们在 我相信一开始提到的时候 大家会有一点点可能怪怪的 或是不太 不知道怎么去谈这件事情 那你觉得他们 你跟你小孩 一直就像你刚刚讲的 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讲 讲久了可能就习惯了 可能不知道怎么去讨论 但可能也就习惯了 但是 你觉得他们开始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你是明显的感受出来 就是你在跟他们 一直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心态上 或是想法上的一个转变 因为我的小孩比较特别 因为他们是经验他妈妈的死亡 而且都算蛮小 最小可能国小三年级四年 一个三年级 一个四年级 一个国三 所以他们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是亲身经验到母亲的死亡 所以他们对死亡其实是有 我觉得是比我更深刻的体会的 就是说死亡是真实的情形 是什么 那种痛苦 或者是你要接受也好 你不接受也好 你没有办法理解 但是事情就这样 的一种黑暗吧 可以这样说 所以他们是经历过那样的过程 然后透过了信仰 能够去超越这个死亡 那有的小孩是可以透过信仰 有的就会比较虚无 就觉得这一切到底所为何来 就生命会进入到另一种状态 去可能别人都不会想到 或不会那么小去想这些问题 那刚好因为我先生是哲学家 兼神学 所以这些问题在家里 其实是常常讨论的 就是说不只是落实到病毒法的 法律的相关问题 其实从神学的角度或哲学角度 去看生命的无常 或者是活着的意义 或者是死亡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些议题在我们家 就是很平常的事情 OK 所以慢慢慢慢的 他们也就会一直持续在 沟通讨论这些内容 对 其实我觉得 这些内容讨论死亡的问题 是能够帮助人更清醒 OK 更清醒 更清醒 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会真实的再一次的经验到 原来你会死 就是你是我现在最爱的人 可是当我们要讨论我要死的时候 你会真正的再一次感觉到时间有限 你最爱的人 就真的会不见得消失了 所以你会在这个时刻 感觉到你要珍惜 你不是永永远远 理所当然可以这样的 我们今天一起坐在车上 一起去扫墓 一起吃个东西 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 他这个一切都可能会改变 不是可能 就是必然要改变 所以这种的时间的压力感 会让一个人去省思 我在现在的角色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什么决定 我应该怎么活 或我跟爸爸关系 我想要怎么白放 这些事情都会使得人活得更亲民 这是我觉得讨论死亡很好 没有不好 任何时候你都要想你自己死亡 那你最爱的人会是什么情况 你可以先为他们做什么吗 或者是你最爱的人死亡了 那你现在 如果你只要想你最爱的人 一个月后就会死 你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你的感觉是什么 你如果能把握一个月时间 你要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谈论死亡 其实是让人可以活得更好的一个方式 OK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郁星来 马六平你喝一杯 那他们病人自主研究中心呢 最近有出了一本书 这年初一月的时候出的 叫如果还有明天 那副标是怎么活才值得死 那当然如果还有明天 可能有些听众知道 这是雪月的一首歌 就是非常有名的一首歌 那里面是24位影响力的人士 来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 有一些我是有接触过 那像余湘 那时候我们之前也有去采访过他 去他家里采访过他 那他是等于是突然的生病 然后就昏迷一样子 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 那另外还有其他的很多人 我相信念一念 可能大家都听过的 包含像陈建仁啊 我是王小弟老师啊等等等等的 赵志强延长寿 我刚刚都提过了 然后另外最后后面也有介绍说 病主法要怎么认识 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五种条件 其实病主法里面也有讲 像末期病人啊 不可逆转昏迷者 永久职务人及重度失智者 还有其他基金中央主管机关公告 就是重症这种都在里面 所以其实如果你有些疑问的话 其实看完这本书的前面 翻到最后面 你大概也可以理解 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病主法里面的话 要怎么做ACP还有AD等等等等的事情 所以今天非常开心 要跟我们聊这么多 如果死亡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 每个人都会经历 每个人要面对 那可能你现在可能还年轻 不管你现在是几岁 不管你听众现在几岁 那你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的家人 进梦好讨论这件事情 但是就像玉兴刚刚讲的 你一直去讨论死亡 面对死亡 你可能才可以活得更清醒一点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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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听众朋友